你容易一见钟情吗 你看 金莎都要问这个问题 上次他也问了这个问题 你信不信 金莎是不是要一见钟情 我绝对理解他 蛮容易的 也不是蛮容易的 就是我 说哪都是错是吧 不是蛮容易的 就是我信一见钟情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信这件事情 因为他会制止掉这个事情 但是我期待这件事情 在我的生活里发生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 是没有办法磨灭的 任何的一个时刻回想起来 他都是历历在目 对 你在恋爱当中 你希望是你更主动一点 还是对方更主动一点 或者你觉得你更希望 你是主动的一方 还是你是被动的一方 我觉得不要两个人差很远 然后我也会主动 我也会被动 我多看情况 我也不是不主动 我很喜欢我会主动 我会主动出击的这种 当你主动的时候 往往你更喜欢这个人 是不是 对 差不多 是这样的 对 然后当你被动的时候 往往这个人更喜欢你 对吧 就是其实 我对这个问题 我现在 我最近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解答 就是我觉得 就是好比说 假设我们 我们俩谈恋爱 我更喜欢 我喜欢你 比你喜欢我多 你喜欢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在活着 就我在努力地付出 我在努力地做所有的事情 我在为了我喜欢的人 在燃烧我自己 这观点很好 你说他是写歌的人 是的 我觉得真的那种 谈恋爱状态就是 要燃烧自己 让自己全身心全部投进去 然后那种 所有的都先跑一边 内心肯定是渴望 奋不顾身的 或者是比较 飞蛾扑火式的感情